我是Sunny, IT 藍莊的 Assistant Merchinalizing Manager 今次會和大家來看看秋冬 2015 藍莊的特色和風格 秋冬 2015 藍莊的特色和風格 秋冬 藍莊的特色和風格會多了很多長褲 在顏色方面,除了我一向很好賣的黑白色之外 也會有些新的顏色風格介紹給大家 例如橫色、卡奇色、灰色的色調 首先跟大家說說第一套配襯的方法 黑色始終是一個很重要的顏色 你會見到在我身旁,像Julius這個牌子 它一向都以暗黑的風格為主 今年它會推出一些長褲 用皮革來做特點 加上一個很紮身的一個企領的展裁 會顯得個人更加修長 除此之外,裡面可能簡單地 配上一件黑白白狀的長身T恤 紮身的牛仔褲 就已經有一個很好的打扮 鞋方面可以配上一雙BOOT 這樣就可以打造一個型格得來 但是又有絲綿的感覺 另外一種打扮方式會比較街頭風格 你會見到我選擇了的 會是一件來自美國品牌的一件 叫Stamp的T恤 會比較寬鬆一點 就會襯托另一個品牌 Off-White的 會比較街頭風格一點 你會見到它會用了很多 迷彩、卡奇的色調 再加上它最獨特的一個斜角的一個燙印的效果 顯得更加有街頭風和更加獨特 下身方面 拿回一條簡單一點的 淺色洗水牛仔褲 去襯托整個造型 不會搶了上身的獨特風格 這條淺色洗水牛仔褲 就來自一個日本的品牌 Mr. Gentleman 它會比較簡約 優閒一點點的風格 鞋方面 也會選擇一雙行山的Mountain Boots 會以橫色為主 配色方面 可以配上一個白色的背包 會令整個造型更加突出 你在收看的是Sea Fashion 最終喜歡的是Gنا 會選擇的 確定的句話 晚上 FM